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关心国际新闻的朋友相信通过社交媒体的疯传 已经知道美国总统选举上演了血腥场面 那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 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选情摇摆的宾夕法尼亚州出席竞选活动时 被人连开多枪受伤 根据报道 当特朗普他正在激情的发表政治演说时 现场突然传出了连环枪声 那子弹疑似击中了台上的提磁机 那子弹飞的碎片就划破了特朗普的脸部还有耳朵流血 现场驻守的特工随即冲上台 要掩护特朗普离开 不过特朗普在走下台之前 还是不忘高举拳头向支持者喊出三声的Fight 誓言要战斗到底 那这也是社交媒体疯传的其中一个经典镜头 这一宗枪击事件造成了两人死亡 一个人是枪手 那另一人则是观众席上的民众 美国特勤局表示 枪手他是埋伏在会场外的一处天台上 距离特朗普呢 大约是180到275米的位置 使用AR-15步枪 朝着特朗普连开了至少八发子弹 而该名枪手随后被赶到的美国特工给开枪击毙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是已经接手了这一宗案件 但是目前还没有掌握到枪手 他向特朗普开枪的动机 不过初步调查显示 枪手他是一名20岁的白人男子 事后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发言人表示 特朗普目前很安全 正在当地的一家医院接受检查 而当事人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呢 发声明感谢特勤局以及所有的执法部门 快速反应 并且向事件当中的死伤者家属表达慰问 特朗普指出听到枪声的当下 他已经意识到不妥了 并且在感觉到他的子弹撕裂皮肤 以及流血之后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那对此特朗普坦言 自己对美国发生了这样的案件感到难以置信 目前美国当局是已经将这起事件 以企图暗杀的角度展开调查 另外国土安全部也已经联系上了特朗普 以及拜登的竞选团队 提醒对方要采取一切措施 加强保安 并且要加派警力 在纽约的特朗普大楼加强巡逻 以防万一 星期六下午前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宾夕法尼亚州出席竞选集会时 被躲在暗处的枪手开枪袭击 幻面显示 事发当时特朗普还在台上慷慨惊昂 突然现场传出了枪响 特朗普愣了一下 在第三下枪声响起之后 马上俯身躲到脚台的后方 一旁的特工也立即冲上台掩护特朗普 期间现场在传出连串枪声 支持者们也被吓得尖叫声不断 片刻后 特朗普在特工的簇拥下震了起来 尽管他头发凝乱 脸部和耳朵上都有明显的血迹 但他还是高举拳头 向台下支持者大喊了三声fight战斗 随后才在特工的重重包围下走下脚台 上车离开了现场 事后目睹了枪击过程的支持者 尽管心情慌乱 但他们对特朗普在中枪之后 仍然表现出战斗到底的意志力 身受不误 特朗普在中枪方面 有双冠军支撑 特朗普在逃到他 阻挤 看见他 ROB虎 宗教官他拧着 gives him 他站起来 给他提示他是 OK 然后后来就是 逃脱的问题 然后便想回家 杠杰发生后 当局马上疏散出席者 并在现场拉起了黄色警戒线 画面显示 案发现场一片凌乱 不少黑色影子都倒在了地上 随后 特朗普竞选团队中的 副通讯总监马丁 也上传了特朗普遇事后 首次现身的影片 影片中 特朗普能够自行从飞机上走下来 身体似乎并无大碍 根据了解 特朗普将重返竞选活动 并会如期出席下个星期一宣布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全国代表大会 特朗普遇刺事件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 一名女目击者指出 他当时距离特朗普所在的竞选舞台 只有六排座位 那特朗普当时正在挥舞着双手 向支持者解释大荧幕上的图表 并且回头看了其中一张图 他直言如果特朗普当时没有那样做 子弹就会击中他的头部了 事实上在特朗普过往的演说片段当中 特朗普在讲话的时候 经常都会侧身或者说将头朝向一侧 而这个习惯让特朗普在关键时刻转过头 惊险地躲过了这次的刺杀 此外不少的网民也针对这起事件 耍起了黑色幽默 甚至有人将特朗普遇刺 与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枪杀案相提并论 有网民就说 这起事件的发生 预示着美国总统大选已经结束了 因为因此而声名大噪的特朗普 将会成为下一任的美国总统 共和党的对手 民主党根本就打不过他